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肖战 任嘉伦 龙一熙 程亦是公认的古装男神 而如今新一批窜活的旧物生也几乎都是演古装剧走红的 像是长乐曲 丁雨熙 吴磊 王鹤蒂 与张灵鹤 还有红明浩同样被赞古装扮相好看 近期网友也投票热议最适合古装的陆剧旧物生 TOP师一起来看看吧 网评最适合古装的陆剧旧物生 男星TOP师 王一博 许多网友觉得王一博是偏现代的长相 比较没有古风感 不过王一博的古装扮相到时候都没有扑过 最经典的就是陈情令里《狼王节的白色古装》啦 其实一开始 王一博的选角是被原著粉吐槽的 首先是外形备受争议 他的外形是韩式花美男 五官的现代感太强烈 演技也让人不放心 没想到剧播出后大爆火 疯狂打脸酸鸣 角色更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他在陈情令里的造型很纤 甚至快美过剧里其他女演员了 王一博在陈情令嫌起飘飘 在和赵丽颖合作的有匪中又潇洒率性 风起洛阳则是他首度尝试历史证剧古装 没想到剧里的唐朝古装也非常适合他呢 网评最适合古装的陆剧《九五后男星》 他不久 宋威龙 宋威龙浓眉大眼的立体武官怎么看都是神言 他一直被网友评选为九五生四大言霸之一 但很意外他的古装没有特别出圈 应该是说很挑造型 不是任何古装扮相都能驾驭 像是在漂亮书生和凤秋黄的扮相 就被网友嫌弃拉低了他的颜值 不能说难看 就是会觉得怪怪的 合穿时装让人惊艳的帅有落差 不过宋威龙与杨颖合作古装剧《祥思令》 路透和定装流出的古装扮相 却是一面打好评呢 祥思令 宋威龙的造型都是比较抑郁的风格 男人味十足 特别适合农元系的他 性张力很强 超级帅 今年和包上恩的新剧《韶华若锦》 装造也很适合他 是对眼睛很友好的高颜值组合 网平最适合古装的陆剧《九五后男星》 Top8 张星成 张星成出道后也是 皆演现代剧居多 在少数出演的古装剧中的 《大宋少年制》两季里 剧里的造型还是有被吐槽 网友认为卷发拉低了颜值 张星成的五官也是比较偏现代的长相 其实也没有刀丑的程度 只是没那么惊艳而已啦 但吐槽归吐槽 《大宋少年制》的剧是好看的 之后的剧集《大宋少年制》二口碑依然好 而张星成在第二季的装扮 也获得不少观众的赞赏 网平最适合古装的陆剧《九五后男星》 Top7 刘昊然 刘昊然无论是古装还是时装都很帅 虽然他的主演的现代剧比较多 而且出圈程度也更胜古装剧 像是让他名气飞升的《唐人街探案》系列 以及合作谈孙运的《最好的我们》 都是现代剧 刘昊然也志愿过《狼牙榜之风起长林》 和《九州飘扬路》两部古装剧 古装造型也是好评居多 是网友公认具备演技的《九五后星生代》 他在电影《羊毛传》的古装扮相也很经典 无论是奇幻风格或是比较正统的宫廷风 他都能驾驭 感觉刘昊然特别适合少年将军或是书生扮相的古装 他有种意气风发少年郎的感觉 是众多粉丝都强力认证的古装美男 网平最适合古装的《陆局九五后》男星 Top6 丁宇熙 丁宇熙不是典型的古装美男 当初评程中的陈千千小伙出圈 就有很多人都认为他古装不太好看 比较挑造型 甚至还被朝壮脸 多了A梦里的小夫 相反 他的时装就被认为比较好看 好评也比较多 不过丁宇熙主演过蛮多出圈的古装剧 像是今年的《长乐曲》 还有之前的《春归梦里人》 和传闻中的陈千千 播出后的评价都相当不错 网友普遍认为丁宇熙是第二业美男 一开始都不会觉得他帅 但看了他的戏后 靠着演员演技与角色人设 却又会被他迷住 丁宇熙最受好评的古装造型 是之前在武侠剧 《星笑江湖》饰演的东方不败 长发古装造型很有魅力 不过丁宇熙真的比较挑造型一点 网评最适合古装的陆剧 《九五后男星》 TOP5 徐凯 徐凯自从演习攻略之后 就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古装美男 后续就古装剧一部接着一部拍 招摇从前有座《灵剑山》 千古绝尘到上时 早到近年播出的《仙剑六》 《奇经招》 《雪阴灵主》 《乐游园》等等 只要是他演的古装剧 都会引起关注 徐凯的颜值 真的很能驾驭各种古装造型 无论是仙下剧 明朝背景 甚至是青冠辫子头 都好看 虽然徐凯近期 出演过许多现代剧 剧中的时装造型也非常帅气 反而是他近年的古装剧 因为剧情口碑没那么好 不过其实 平均满意外徐凯名词这么低 可能很多人 被时装造型的徐凯重新圈粉 但他真的很适合古装呀 接下来 徐凯还有一部合作 甜心味的古装代播剧 《紫叶龟》 古装扮相依旧是帅的 网平最适合古装的 陆剧久武后男星 TOP4 网赫蒂 谁能想到 当初御龙里的古装丑男 现在会是大家都追捧的 古装美男呢 网赫蒂在久武后小生里 颜值可以说是排得上前三名 各种颜值榜单 网赫蒂几乎都榜上有名 网赫蒂浓眉大眼 五官精致 其实有一部分网友认为 网赫蒂更适合现代剧 像是《以爱为营》那样的霸道男主 或是《今日一加油》里的职场呆萌 菜鸟 都是帅的 没想到在《灿烂诀》 让大家对他改观了 大家都觉得 王赫蒂在《灿烂诀》真的太好看 该剧的造型是 最大程度的放大了 王赫蒂五官的优点 凸显他的气场 即便是特写镜头 依旧帅得无法无天 二到了浮屠猿 王赫蒂的古装扮相 也普遍受到好评 接下来的代播剧 大风打耕人 拍摄时的路透 也常常率上热搜 因此 此次王赫蒂获得第四名 旺平最适合古装的路剧 九五后男星 Top3 吴磊 吴磊可以说是以鼓一金 古装剧和现代剧都有代表作 今年在在暴雪时分 化身撞球天才选手 过去在星汉灿烂 饰演的林布宜更是迷死人了 吴磊把林布宜演得霸气又禁欲 浑身透着一种孤狼的气息 星汉灿烂 各种少年将军的古装 穿在吴磊身上都好看 而吴磊在长歌行有异域式的古装扮相 还有偏玄幻的上古密约和豆婆苍穹 吴磊无论是树发或散发 都有满满的少年音器 古装确实帅 网评最适合古装的路剧 九五后男星 Top2 张灵鹤 没想到大家对张灵鹤的古装评价这么高 张灵鹤迎藏了绝窜火 他的古装扮相也是都蛮好看的 从第一部古装剧《少女大人》开始 就有网友夸赞他古装好看 张灵鹤的眉眼长得比较温柔 穿上古装有种谦谦君子的儒雅感 像是苍蓝绝的长恒仙君 而宁安如梦里 他则饰演附黑的太子少师 今年和赵金白的动画年 也颇有诚服的公主驸马 宫廷式的古装张灵鹤依旧很适合 望平最适合古装的路剧 九五后男星 Top1 陈兴旭 没想到陈兴旭打败吴磊 王河帝 徐凯获得了第一 陈兴旭在仙侠剧《星罗宁城堂》 古装扮相有被吐槽 但大家主要是觉得陈兴旭不适合仙侠剧 更适合权谋剧 或是有宫廷背景的古装剧 像是在东宫就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经典 陈兴旭 东宫 前期有些异于扮相 后期成为太子 各种古装都相当有阴气 陈兴旭也属于农元系长相 五官精致 眉宇之间还流露着一股邪魅感与霸气 特别适合演要去争民主力的权臣 太子 好了 看完以上网评最适合古装的 陆剧就和男星 踏步诗 王一博第十 定理系第六 无垒第三 张力赫 陈兴旭是冠亚军 让人意外 你心中的第一名是谁呢 快乐评论区留言吧